想当年的时候自己年轻 开班上课 住在佛堂里面 六点就集合 所有的惯喜在六点之前要完成 六点就要聚到佛殿里面去烧香 因为太多人都要惯喜 参班的人多 所以提的时间都要比别人早 然后到了晚上上课上到十一点多 就睡在那个硬邦邦的水泥地上 没有那么多的房间可以让大家去躺 然后也没有什么样的像现在什么垫子的护盖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惯喜 所谓的惯喜就是洗个脸上刷个牙 你要进一步的清洁卫生都没有 坐的板凳是那个圆圆的硬的铁板凳 而下的那个 也没有前面这张桌子 所有的资料要垫在你的膝盖上面 去一点一点抄下来 我们在座老菩萨 不要讲老菩萨 在座的前邪们应该都经历过 这么一段学习的历程 后学也经历过 也没有这么多的点心好吃 他就供应白开水 以前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那个几率也太高了 然后五六点又开始要起床了 也都觉得能够很自然的去应对 身体都撑得起来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老是什么滋味 可是这两三年来 我必须很真心的说一句 看那个老菩萨坐在下面 比如说中心的道学讲座 他也要上一天半的课 从早上的八点开始正式上课 上到晚上的九点半左右 第二天又八点上 上到中午 老菩萨很多 我嫌少看到有人在上课打课声 嫌少 嫌少就非常非常少 在那么大班里面 我都很少看到人打课声 以前觉得那个很自然 现在才觉得 岁月对人造成的最大的伤害 就是体力会不支 可是老菩萨学到的心那么坚强 你看不出他那种 精神散漫的样子 所以我到我现在 已经迈入到一甲子了 也开始品尝到老的滋味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懈怠 那我曾经看过的这些画面 他就会浮现在我前面 我再老不过那个七十八十的 等我七十他八十九十 那个老菩萨的精神 是我们要学习的 最起码后学要学习 所以道场上很多的人 有才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长处 老菩萨已经进入到秋末 冬初或者冬的尾身 看不到他过去帮帮道物的辉煌 可是可以看得见 他在年老力衰的时候 那颗道心的坚定 让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还不会进入到一个昏睡的状态 所以你说举目之间老师在哪里 善知识朴实皆是的 你不要用一个相同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擦肩而过的 比邻而居的那一个不是我们的善知识 人的心里面多落印一下 别人所留下的美好的印象 早早晚晚有一天 自己临到那个静的时候 就有很多鼓励我们的力量 他会源源不绝 从阿赖爷里面涌现出来 这些也叫做善的宣行 也叫做禁法宣无名 那如果不记得人的好 不念人的恩 眼里只见自己 然后记得别人的不好 他就最后只残留到无名 去强化 所谓的染污心的一个力量 害就害到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有的时候 大道理小故事 很多的道理在经典的文字表述里面 他未必都会铺成一些生活的故事给我们 可是我们自己要去体会 所以这样一段的心路旅程 他跟我们大善起心论里面 马明菩萨说 禁法宣无名 或者无名宣真 我们自己选择 所以终归一句 还是王凤语讲的 找人的好处 开天堂路 避地狱门 那如果尽找人的缺点呢 那就是开了自己的地狱门 而不自觉 接着我们就三系六出像 马明菩萨用生灭像来做代表 三系六出是无名染心的一个结果 这个三系六出 以他生灭像的粗根系 他又分成了这个粗根系 他这个生灭像粗的指什么 与心相应 也就是六染心里面的直取像 即明子像 这是最粗的 六个粗像显而易见的 心跟静融合在一起 境界风会带动我们心里面的 无名的一个滋生 所以这是属于初像 那还有的是什么 还有的就是 所谓的志像 相续像 他就属于六出像里面的细像 然后三细像呢 他就完全放在了 所谓的生灭像里面的 留住生灭 我们如果在运用三宝心法 心法回光返照的时候 各位前仙您会察觉到 粗念好灭 细念不好灭 因为我粗念 我容易警觉到 心跟静相对的时候 会起那个念头嘛 你显而就能够察觉到 可是 细念不是 谈到第七世的 初中之细 或者阿赖爷的 细像的时候 坦白说 那还真的不是 普通的定宫 你就能够看见的 经里面常在形容 叫做留住生灭 你看他一泼一泼的 相续不断 他谈的就是指这一个 我们一般指就是指粗念 我看到这个静呢 为生恶令不生 我看到一个可怜的静呢 我为生善令生 这是我们对静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要求自己 生善念 指恶念 可以察觉到的 假如连这个念头 我对静起的念 我无从判别 它是好坏 我也没有力量 去降服 它的一个起跟灭 那这个修行 就根本没有入门 可是进入到 能够服出念了 你还未必能够 去降服住 你第七世的 那个流住生灭的望面 我曾经讲过 它非常非常的隐蔽 你闻到有的时候 你觉得它不存在 就像地面的浮流一样 看起来地表上面 没有河流的一个踪迹啊 但是它中断了吗 没有 它潜伏在地表下面 继续在那不停地流动 而这个流动 有一天 我们的自控力 不够的时候 它又会带动 你的初念出来 所以我们在 一礼上 不得少为主 在三位的定功 的培养上面 一礼可以解说 三位的定功 它真的不是文字 可以叙述 借一句老话讲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 你没有喝过那口水 你用任何的度数去形容 都不能敲到好处 品尝过了 别人一提 他就知道了 修道的滋味 也在于这里 假如修行 真的品尝到 核心的滋味 或许跟前辈在讲 你真的一步一步 迈向内心的宁静 你品尝到 那种内心世界 所带来 静谧祥和的 感觉的时候 你绝对 不会容许自己 再踏入 十丈红尘 去随波逐流 不可 因为人 或者是在追求 一个极乐 为什么那么辛苦的 做牛做马 糟酒玩物 也无非就是 累积一些钱财 让我能够 吃得比别人好 住得比别人好 我得到别人 所没有的 这个所谓的 宝衣祖师的快乐 人世间 耗费那么多的时间 其实就其实 都在为了满足 一己之乐 可是你在人世间 你吃遍了山珍海味 你也会味觉麻痹的时候 因为世间乐 是相对而生 比较而生 他会因为地域 空间 时间的不一样 因为年纪的不一样 年纪就是 时间不一样 你对于曾经 带给你的乐 你可能会索然无趣 可是内心世界 那种不起杂念 那个对境的时候 那种闻风不动的感觉 然后外在的信息 你六根都能够 接触得非常的清楚 也能够变得明白 它的好跟坏 但是你就发觉 你的内心始终像 一滩净水一样 闻风不动 那种叫做 散文上写的叫做 静蜜 所带来的一种 甜蜜的滋味 所以真正要让自己 喂不退 除了意理明白 你的道心在意理 没有明白之前 你比别人先努力 且感受到修道 所带来的美好滋味的时候 来生再来人世间 即便意理还没有 很贯通 没有修道 喂不退的位置 却因为阿赖爷里面 曾经摒尝到 人世间绝对的一个极乐 因为走过那段路 佛菩萨会在 未来生因缘际会的时候 再回头来牵引我们 又重新走到 那个修行的路 为什么有人一进入修行 他就完全舍不得 抽离自己的身心 全新的投入 那个都是在阿赖爷里面 他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他在唤醒你 你曾经有的 那种甜美的滋味 是在这个地方找到的 也只有道场 能够满足这种需求 所以你的本能就会带动你 所以尽管没有修道 喂不退 也可以确保你来到人世间 因为道心道念的一个坚定 会感动佛菩萨 他接引我们 他接引我们的时候 他伸出手 我们握着他的手 你也不肯放 后学自己求到的过程 确实遇到很多难以言说的 不可思议的一些的境界 但是我也要说 碰到这个境界的不是我一个人而已 不是我而已 那为什么我环顾 这个周遭的 这些的环境的时候 留下来的只有我一个 有相同不可思议的遭遇的人 好几位 可是为什么只有独独后学 我讲这一群里面 我黏在这个上面 我没有动 我没有任何一分一秒 动摇过我的道心 不论修道的路是平顺的 还是有一些的坎坷不平 那个心没有分秒的一个中断步 不论我现实环境 经济上所带来的困惑遭遇 或者我的生理所带来的那种 不舒适的感觉 那个心没有动过 为什么我能 我也去挖出这一点 我就知道这条路我走过了 每一个境都会让我感觉出 内心的那种悸动 透过境界所带来的那种感动 那种感动让自己 一直想往里面靠近 1999年 前人给我一本西班牙的书 叫做《迈向内心的灵静》 前人带了七本回来 送一本本后学 后学看这本书 真的让我一个晚上看完 那个情绪的激动很澎湃 我就发愿要把这本书找出来 要让每一个人想看都能得到 黄天不负苦心人 只要修药师流离净土的 那个流通法宝的地方 他们有这本书 或许跟他们联络 他们说不收钱 免费流通 或许请了几百本 就在道场里面去流通 你看那一个人 他讲的话 他说 在他没有攀登高峰之前 他曾经起起落落 爬上去又跌下来 跌下去又爬上来 在无数次的来回 耗费了他十多年的光阴 那天早上 他一觉醒过来 他开眼所见 他当下立之 他已经站在山的最高峰了 而且他很肯定 他自己这一次 站在山的巅峰 再也不会滚下去了 我看到这一段记录 我就知道 最少阿罗汉 我还没有办法 我还会往上掉 爬然后下 没关系 他爬十多年 他根气力啊 我有我的未来生 那么漫长的一个里头 我有一天清醒过来 我也会站在山的巅峰 然后告诉我自己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滚下去 所以这一种 对道的坚定的信念 是我们在这么多经典的 阅读的时候 各位前前 什么叫英文解义 我看文字的叙述 了解他佛里之所在 但是我有没有把 我的一个心性 或者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 跟我所了解的毅力 去做一个轮回贯通 我跟人家分享的 不再只是文字上 一个阐述 我还可以告诉你 一者这段文字 你在现实生活 你的心态的如何的 一个运作变化 它是落在无名熏真如 还是真如流出的禁法 在熏习无名 淡化无名的一个运作 读了这么多的千金万点 也无非就是教会我们 在现实生活当中 察觉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从粗念到细念 不急不缓的 让自己的观照的功夫 越来越深入 你念生根 外面的静你就不用怕了 我们在今天下午三堂课 就会跟各位前弦 去提到这一点 所以以生灭像的粗跟细 他把三细六粗 又再一次的讲说了 他就讲 粗中之粗 凡夫境界 六粗像 六染心的后三像 所谓的直取像 即明子像 落在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是相续像 至像 这四个 都是叫做六粗像 属于粗的一个生面 也叫做像的一个生面 谈到像的生面 就是你显而易见 像就是看到了 然后从这个 所谓的 自像 相续像 直取像 即明子像 他又把粗像 又什么 做了一个相对交的 一个区分 所谓的 粗中之粗 谈的就是第六意识的 直取像 即明子像 这是凡夫的境界 我们从一开始 起修 就是先要 察觉到自己 在对境的时候 你起的这个分别性 起的这个执着的念头 对的 还是错的 错的 要想方设法 把这个念头 给排离出 自己的心外 对的 你也要想方设法 让这个对的念头 以身上 另增长 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这是指六事 所代表的 见思二破 这个破的话 就是二圣的境界 任何一个人 因地起修 都没有离开 从这边去着手 那初中之系呢 初中之系 就是指六初相里面的前二相 志相跟相续相 这个叫做初中之系 它虽然列在六初相里面 但是已经比第六意识的初中之初相 要来得更为细腻了 所以讲这种 叫做初中之系 它是相续相 相续相是什么 是初地的菩萨 登地的菩萨才灭掉 然后志相 第七世的巨生的法旨 是二地到七地 才能够把它完全给进化掉 所以这两者是属于菩萨的境界 那什么叫做系中之初呢 系中之初 就是谈阿赖爷的三界相 三系相 无名为因 有没有 生三系 在阿赖爷里面 看不到他的相 他称之为系中之初 或者系中之系 系中之初 谈的是三系相里面的境界相 还有什么 还有转相 也就是能见相 境界相 现相 就是八地菩萨破 能见相 现相 是九地菩萨破 所以才说 这个地方都是菩萨境界 那最后留的那一品身相无名呢 等觉才能破 那到底破了没有 唯佛能知吗 那叫做佛的境界 破了最后一品的身相无名 他就这么 他就叫做佛的一个境界 所以三系相 叫做留住生灭 那个四个 那个六 第六律师的初中之初 还有第七的初中之系 那个叫相生灭 这是从相 从生灭的初跟系 又把三系六初 又做了一个系分出来 所以此二种生灭 亦于无名熏悉而有 不论是指留住生灭的 系的生灭 或者初的相生灭 它都是源自于 当初无名忘心 他长期熏悉而有 一念不绝 就生了三系相 然后境界为原 所以谈这个 粗的相生灭 还有系的留住生灭 它都是一 无名忘心为因 这个叫做一因一元 然后以境界为原 长六初 也就是一切的无名忘想 所产生的三系六初 染污之心 他没有离开因跟原 因就是种子的意思 这个种子在里面 种子能生 原呢 是种子要能生 它要有外在的条件 的一个配合 所以如果要进化的时候 最根本彻底解决 是把种子给它挖掉 没有种子了 我怎么灌溉 它也无法开花结果 可是问题你我是在凡夫地人 在修行 而那个无名的种子 是把无名业相给破掉以后 才是真正的把无名种子 给拿掉了 那是为佛能做到 为佛能做到 我们现在做不到 那我们是斩什么 斩那个圆 现在理解吧 我们修到要从那个圆 外境上去破 所以我们要清静 善之士 远离二之士 善之士 会让我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智慧越来越圆满 二之会 二之士 就让我像有没有 正午的太阳 一直往西方在落 在落下 最后区黑一片 看不见光明的未来 这叫圆 把这个圆给去掉了 那个种子还存在 它没有机会起现行 不能起作用 然后我们常常来佛堂 听经文法 你诵经啊 听佛曲啊 这些都是让什么 让那些善的外援 不断的包围我们 去激发阿赖爷的善法的种子 让他不断的开花结果 然后去盘踞到 侵占到 那个无名恶法的势力范围 佛魔交战的结果 魔区就到一个小的角落了 他的势力范围小了 他能起的影响力就弱了 可是我们如果都放纵 自己的那一面呢 你越修 那个无名在扩展 然后那个佛性越来越居苏 这是一个形容 代表那个佛性 被无名包裹的层层关卡 密不透风 猴年马月啊 那个真如才能够再现光芒 所以因因者 所谓的谈种子 就是一念的不觉 在本来应该真心 你一念的状态之下 一于无名的一念不觉 他有着无名夜象而生 所以无名夜象是后面 二系六出的 种子之所在 而无名夜象的种子是在哪里 是在 无名夜市的种子是在 无名的 所谓的妄想心而来 那原者就是 有了这么一个 三系的 总之在里面的时候 他外面的境界 就开始推波住来 让我们更坚固的认为 外面的境为实有 我要依着我自己 喜欢与否 对外境去做一个取舍 所以那个分别心就出来 然后那个行为的造作就出来 这个叫做依缘者 妄作境界异固 可是就其实 有因才会有缘的作用 所以修道没有办法 从因去下手 你一定从外缘上去 而外缘要断结 外面的染污就是 跟三不离相违背的 那个场合 你就少接触就好 反反复复这个观念 我们提了多少次 这是谈到这一段 所谓的生灭 生灭相来分三系二处 接着讲 这个我已经在昨天 跟各位前前谈过 不相一心三系相 跟还有 所谓的初中之系的 志相相细相 它是代表沉沙无名 那沉沙无名就会有 变异生死 有第六意识的直取相 祭明子相 它就会召感 所谓的三界六道轮回的 分断生死之苦 我凡夫从末往前去推 我断了分断生死 我的变异生死在不在 在 然后菩萨是已经修到了 修到了变异生死存在 有变异生死在的时候 请问你 他分断生死还在吗 未必 菩萨就没有分断生死 所以初中一定有戏 戏却未必有初相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若阴灭则圆灭 假如没有这个种子 没有阴了 一切的圆就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阴灭故不相应心灭 种子是无名为阴嘛 把这个无名的妄想心进化掉了 三细相就没有寄托的地方了 因为三细相是依无名妄想心而存在的 把妄想心的阴给拔掉了 皮都不在了 毛烟复灾呀 那个毛要摆在哪里呢 那圆灭的时候 如果外面的境界源 把那个圆的条件 把他给打散掉了 那我的所谓的 粗的持取相 记名指相 那个恶法还会置身吗 就不会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次第来看 还是老话一句 所以正本清源 是灭无名妄想心 可是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从后面往前去推嘛 一步一脚印的 老老实实的走到你的来时路就好了 可是就有人问了 他说不对呀 若心灭者云和相信 你前面讲圆灭的境界为原掌六初嘛 那个六初的所谓的直取相 记名指相 它是相应心 直相应染 前线有没有迷糊掉 我托你们之福啊 我把这个名相已经弄得 快要滚瓜乱熟了 它其实都一样 只是称呼不一样 你那个直相应染的 所谓的直相相续相 持取相记名指相 这都是境界为原 是扩大它的一个势力范围 如果外在的条件不见呢 没有境界风的吹动呢 那这个所谓的直相 直相相续相 持取相 记名指相的 这个相应心的望心啊 就不见了 对不对 他是谈这句话 那这句话一讲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问了 当然是马明菩萨 他去想众生的一个疑惑 他就问了 他说如果相应心灭了 心跟静所的出相灭了 那阿赖爷的那个不相应心啊 也就是讲 境界相 见相 还有无名业相 它就应该不存在啊 所以这为什么后学讲 你把出的灭了 戏的还在不在 在 你把戏的灭了 戏的就一定不在 可是一般人他不了解这个道理啊 所以他就反问马明菩萨 你相应心灭了 你阿赖爷的不相应心 也应该灭掉啊 那他是误会到哪里 我们灭 从以前一直说到现在 我们所灭 透过修持 我们灭的是那个妄向啊 无名妄想心 带动我们四肢百害 所起的那个妄向 或者无名妄想心 在我们阿赖爷里面 所种的那些的妄念 你灭的是那个妄向啊 你有把那个无名式 依着本觉离体而起的 那个心体给灭掉吗 你是灭妄向 你没有办法灭性的 性是入水不腻 入火不焚啊 刀斩不断啊 他怎么能灭呢 天地有灭此性长存啊 可是一般人不了解 认为啊这个灭 就是把相应心的心体 也灭掉了 所以相应心的心体一灭了 那阿赖爷的那个三性相 也应该就没有了 于是马明菩萨就告诉他 灭的是妄向 灭的是六粗的 粗相染污的那个妄向 没有把妄向一的那个心体给灭掉 如果修到后面把那个心体都给灭了 那谁来证佛呢 我举一个例子 不知道合不合适 后学死掉 我没死好了 我没死了 你踢我 你打我 你骂我 你侮辱我 我修养不够 我会反击 对不对 无名带动我这个妄向 我仍还活着 那假如我死了呢 各位浅显 我死了 我的灵性是不是离开这个身体 让你踢我 打我 各位浅显 它就不存在 可是如果我的灵体 还在这个身体里面 你那种粗暴的动作 就算我眼前不能反击你 我里面那个东西在不在 才会有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嘛 我眼前好汉不吃亏嘛 我打不过你嘛 可是你给我等着嘛 我一口气再有没有 我有机会算账 有点类似于这样子 那个妄向 无名的妄向 你把它灭掉了 可是那个能够 给无名依附的那个心体 没有灭 所以无名是唤星啊 你从来都是借用真如离体起的进法 是淡化无名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你在修的过程 不论讲真如熏无名 让无名淡化 或者无名熏真如 扩展无名的势力 你永远修就修一个 修把真如上面所覆盖的无名望向给去除 你无名本身要修吗 我也把无名给修掉 你把无名给修掉 不就是揭开覆盖在真如上面的面纱吗 他还是同一回事吗 那我修真如 我修真如 修真如不就是要把面纱给揭掉吗 这永远只有修一个 没有修两个 所以坊间有一些错误的说法 哎呀 你们修的这个方法太累了 是不是 真如是不用修的 然后呢 无名才要修 所以你不要修真如啦 你修无名就好了 我就问了 我修无名 我修到后面 请问你无名变成什么 无名修来修去还是无名啊 他的种子就是无名啊 他是一个拉拔那对不对 你怎么改造他 他还是拉拔那的本质啊 无名会因为你三大阿森奇节修 无名就改头换面吗 他不见了嘛 那一个东西修到后面会不见了 那我何必要修呢 他打不出来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 不论你是修真如还是修无名 他不过就是方便说法而已 你修到最后面 结果只有一个 揭开无名的面纱 显入真如的本来面貌而已 你用三大阿森奇节 是在你真心上面用功夫 你无名修到后面 无名不见了 那还要修吗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花时间修真如 我们时间去修无名 你读过任言经 你就知道这句话 古天下之大吉 可是就这么一个方法 他们要开班授课 还要收费 我们一贯到的道场里面 不是宝宝绍兴喔 还有一些讲师之流有妙 真心恐后 去恶附在这样的一个 导师的身上 所以我说 这个人如果不明白道理 五十乘到四十罪 这个都是后学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这些年所遇到的一些 光怪陆离的事情 但是也要坦白讲一句话 如果没有事先研读了任言经 我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 变造任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跟阿难的一段对话而来 他变造了 你没有读过 你会被他弄得一愣一愣 是不是我不懂啊 人家懂得比我们多 毕竟人家出了那么多书啊 人家门下那么多弟子啊 都是高学历的 会不会自己的立足点不对啊 可是读过了就知道 前文后文被他给变造了 他开班授课要收费 那你花了钱之后 你得到的是什么 邪之剑 可是我们有一些的 同修道伴们不明就里有庙 还争先口控的 要把道经拉过去 希望能够缩短道经修行的时间 你不要经三大阿僧奇节 修道从来没有快速成就的 佛陀讲的 跟画画一样 是一笔一笔的话 才把这一张的画面给填满 你有一笔就把画面都填满了吗 都是一步一脚印 所以人不要有妄想心 那就不会毁损到自己的法身毁灭 他如果今天相应心灭了 把所谓的六粗里面的初中之初的生灭象 初中之细的生灭象都给灭了 那你的阿赖爷的三细象不在 如果三细象还在 你怎么说他灭了呢 这段话是如此 难道有两颗心吗 这就是释迦牟弥佛问阿难 阿难啊 你在修什么 阿难就论住啊 我在修行啊 谁在修行 你阿难一生有两个你啊 哪一个在修啊 于是马明菩萨讲 所言灭者为心向灭 非心体灭 向望信真 所以虚妄的东西本来不在 你在服饰的过程 擦拭的过程 它可以不见 本来有的东西 你不会因为你擦 它就不见了 三大阿森齐节灭无明的修行 同时叫做福时节 释迦牟尼佛形容 我们历经三大阿森时节 的一个努力 就如同在每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拿了一块蘑菇 我们众生的无明夜象 就像一座虚拟山一样高 你来到人世间 每一次在继续我们修道路程的时候 本头拿了一块抹布 一直在擦拭那一座西米山 把那个虚拟山都透过擦拭了 没有了不见了 虚妄的东西是可以擦掉的 我这个身体入火去烧一烧 也是灰飞烟灭不见了 可是请问 那个支配我四肢百害的灵性 世间有任一物可以让它消失掉吗 没有啊 天地进入混沌的时候 倒也不曾有任何丝毫的减损啊 我们只是不居住在这个地球村里面 不代表我们消失了 所以灭的无明是象的无明 象本来是虚妄的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情妇式把它消掉 可是那个象所依附的那个本体 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动 那如果有变动的话 你修到最后谁证佛 我修无明 修无明修到后面无明做佛吗 科学最觉得好玩就是 他跟科学对应 哎呀我等的不太多 我请我老师来跟你对答 所以后面佛陀在经书里面 常常用水跟风所产生的波动的情况 代表我们的真如心 还有无明风所带动的 所谓的三系六出的那种波浪的一个动向 于是马明菩萨也把佛陀表法的方式 他也集合起来告诉我们 他说如风依水而有动向 风无形 风在动 你怎么知道风在动 因为那个人走过来 他的衣角飘飘表示有风在动 他的头发在飞扬表示有风在动 是透过外在一个有向的静物的存在 我们看到的那个看不见的风的一个脉动 对不对 这个叫做风依水而有动向 水就代表我们的心体 如果没有风就水泼不新 风平浪静 如果起风的时候在宁静的水面上 就有很多的波浪的一个行程 风如果越大 那个波浪的阵幅就越来越高 就代表什么 风代表无明 无明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强而有力的时候 我们的心绪就久久不能平定 这个就是以风跟水来做代表 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 无所医治 假如这个地方没有水 请问你 风在吹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水的波动 看到了风的存在吗 看不到 所以风是依附在水上面 水那边才能够看出 彰显出它的一个存在 就如同无明本身没有自体 它不能独立存在 它是依附在我们的真如之上 然后起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以水不灭 风向相续 只要这个水永远在这个地方 那风在吹动的时候 那个波浪就会一波又一波的 从来没有终止 可是有一天 水还在 风没有了 各位前写 那水还会起波浪吗 也不会啊 所以要水波不兴 不是把那个水拿掉 水拿掉风在动 你看不到 不表示风不在 我刚刚举例子啊 我活着你踢我 打我骂我 入我 我眼前不反击 不表示我内里没有怨恨心啊 你看那个小老鼠死了那么久 经过人家骂他 各位前嫌 他还会 遭惹出 未来身相对的时候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他那个性不灭啊 所以我们不是在讲嘛 我们如果去人家那个 木花泡去扫墓 现在马上清零嘛 从小我们跟着爸爸去扫 阿公阿嬷的墓 爸爸都交一句嘛 因为坟墓是层层叠叠叠上去嘛 只要经过人家坟头的时候 爸爸都会讲 对不起对不起 打扰 借过一下 然后我们后面 对不起对不起 打扰借过一下 都要把他当成一个活的人 来对应 然后要给阿公阿嬷烧香的时候 父亲一定前后左右 每一个坟头都插香 为什么 那是阿公阿嬷的出品啊 都把他当成活的对应 你还真的不要把他当成假 我这边再讲一个manga给你们听 我民国89年的时候 88年12月我父亲 11月去世 去那个西班牙 回来半个月我父亲去世 然后隔了半个月 我父亲就埋在阳明山那边 我们家的一块坟地 就埋在那个地方 我89年 百日我有去 到89年的清明的时候 因为我们外省扫墓 我夫家那边是固定4月5号 我们从小在我们的娘家这边 哥哥他们都已经会像爸爸一样 他会讲 我们会在清明之前去扫墓 因为清明之前都有好的天气啊 我们扫完墓就在那边吃吃喝喝啊 聊聊的这样子 我那一次 因为跟我夫家不冲突 后学分得很清楚 节庆日跟夫家冲突 你一定以夫家为重 这是我没有出嫁 即将要嫁出之前 我父亲给我的定例 他说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所以我除夕如果回嫁 我爸爸会发脾气的 不是说除夕女儿回来 有没有娘家会穷 不是这样子 他说你的夫家 还有除夕团聚 你整个也回来 我们父亲以前的这样子 教育我们呢 哪有人结了婚 就把女婿都带回到娘家去了 就是 嫁了一个女儿 赚了一个儿子 然后那个娶了一个媳妇 就丢了一个儿子 我们早期不是这样教的 这个观念一直到现在 或许没有动过 然后89年的清明 我去扫墓 家里人去一堆嘛 大哥的孩子多 二哥的孩子多 姐姐啊 妹妹都去了 几十口的人就守着那 那一座墓有没有 那个时候爸爸在里面 妈妈还不在里面 妈妈还活着 对不对 妈妈隔了六年才嫁回习归的 好啦 就在那边除草 刚建的墓 后学父亲的墓 外面又是大理石的覆盖 他不生草 你知道吗 外省人盖墓 外面是用大理石的 不会像我婆家那边 哇 每年清明要去除草啊 那墓越大就除得人累死掉啊 都没有欢喜之心啊 永灵可以听 不可以传述 因为我娘 我婆家的人 你都认识 你不要把我这么老实的心 回去跟我那些的 那些的夫家人讲有没有 那不太好的 这是我们讲自己的心态 现在当然就已经看破方向 因为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嘛 那那么多人在那边 我就学着父亲教我们的 旁边去看一看 离我父亲大概有三个坟墓的地方 有一座坟墓 我这样子走进来嘛 我就看到那个坟墓啊 那个荒草蔓延 把整个墓碑都盖住了 一看就是知道 好几年没有人去扫墓了 因为那个杂草生多少 它是有一个速度的 你把那个粗的那种 藤蔓的植物都出来 就是长期无人扫墓 那个坟墓的墓碑 前面的那个供台 那个香烟罐都倒了 我就过去把它擦擦摸摸 戴手套就把它拔那个坟草 那我那边人很多啊 我那个大弟弟 就是来煮饭的那个大弟弟 他也会跟着过来去处理 一起坐啊 那边人太多了嘛 有没有 就跑到旁边来结个善缘吧 所以你看这个父亲 从小给我们的教导 OK了 就在那拔了拔了 拔完以后 拔得干干净去 人多好做事啊 然后下一代的也过来了 然后就看到墓碑 整个都显现出来 整个坟都 它上面是土啊 把那个草都拔掉以后 有没有 把它的墓碑擦干净 然后摆了几片 旺旺先被我记得 然后擦了三柱箱 跟我父亲好好做邻居啊 那你在擦箱的时候 不就看到墓碑的那个相片吗 原来是摆了一个钱道 那也无妨对不对 我告诉你吧 我那天回到家 回到我新装的家 我没有做梦 做梦的事情还可以当真 我把那半夜三个人要去上厕所 我跟我那个女儿住在一起 睡在同一个房间 结果 我一起来 就在床头站了一个男的 就站在那个前面 对着后学校 他对着后学校 我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后面有 Toyoda的灯光照进来 那啊呢 茶辣吗 我看着他 他就对着我笑 一点没有惊恐 你知道吗 我也待在那个地方 可是那个心思一转 你是 他就又笑了 就说你想的是对的 我马上脱回跟他讲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笑我 我做好事 你还来这样笑我 他是我白天去除草的 那个墓碑上的 那个相片的人 我这样讲完以后 他对我笑笑点点头 他就不见了 我就走了 各位清闲 所以当年我在宝方绍兴 年轻人办活动 曾经有夜间 要去夜总会探寻 清疗是我遇到第一次 我说你们不可以做 因为你们没有碰到 你八字如果低 而且你们是恶心啊 你看半夜三更在睡觉 你们去骚扰人家 你在睡觉 我到你家掐楼打鼓 你高兴吗 那不高兴吧 对不对 有些事情你们不要小看 不要因为六更没有见闻觉知 就啥当作没有 我还有这么一段遭遇了 阿弥陀佛 从那次以后我爸爸的分我就没去过了 一直到现在一百零九年 前两天跟我姐姐他们讲 哎呀我来去上粉 结果又因为有事 结果又因为有事情要耽搁了 没过去 那次把我给吓坏了 那次是真的吓坏了 所以 随处语言结善言 我不是教你没事去帮人家 是扫木除粉 那个太攀缘了 就是无意当中 总是有一种 我觉得是因为 父亲的一个教导 我根深蒂固了 也没有想到什么 也没有想到人家要抱 只是觉得 荒芜了好可怜 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他都会感恩徒抱 所以我没有做梦 这个做梦 后学在修学到 大概82年 求到以后 练三宝心法 我坦白跟你讲 我足足有20年晚上不做梦 我准时有梦 五分钟睡着 然后准五点起床 不用闹钟的 那个练三宝心法的好处 就是这样子 我不做梦的 还梦这个梦那个 哪那么多梦啊 那没有练三宝心法之前 每一天都演连续剧 今天做侠女 明天做侠客 反正就把自己装饰的 非常好就对啦 现实生活做不 现实生活得不到的 有没有 在梦境里面 就极尽奢华 真的是让自己变成主角 就好了 这是一个题外话 所以水不灭 风向就会相亲 所以风灭故 风灭了 虽然水还在 那个波动的动向不见 是风灭哦 不是水不见哦 你把水拿走了 不代表风灭啊 风在吹 只是没有那个水 给你看到风的一个动向而已啊 所以呢 他就讲 无名义尔 他无名也是同样的意思 无名就如同风一样 所以常讲无名风嘛 无名是依附在他没有独立的自信 他是依附在我们的本觉理体之上 去产生他的妄信妄用 所以呢 依心体而动 可是呢 若心体灭 则众生断绝 无所医治 这个众生断绝 是指无名夜市 所衍生出来的三系六出像 他就称之为众生 假如这个心体灭了 这个本觉理体灭了 就像那个水不见了 对不对 那当然就没有那个所谓的 三系六出的无名染相 都没有了 皮都挪开了 毛药长在哪里嘛 是不是 你把水移开了 那个风怎么吹 也吹不出一个水的波动的样子 他是这样子在形容 然后呢 以体不灭 心得相续 因为无名所依附的 那个本觉理体 他是永远不灭的 所以你灭的是相应心的 那个粗的妄像给灭了 而那个粗的妄像 依附的心体没有灭 所以心得相续 所以阿赖爷的不相应心 也就是 这个境界相 见相 无名业相 他还能够存在 所以这一个心是谈什么 谈那个所谓的 无名的那个三系相 心得相续 那个不相应心 还可以相续 他说 为之灭故 心相随灭 非心智灭 心智 是来谈 真这个本觉理体 那为什么他用心智呢 因为他前面用了痴 用痴来代表无名风 那智慧破于痴嘛 所以后面 马明菩萨就不再用本觉理体 他用本觉理体里面 所具足的妙智慧来代表 用心智这个字 因为智就是溢在本觉理体里面的嘛 所以这个无名灭了 痴灭了 无名灭了 无名灭了 那依附在无名而起的三系相 他就不见了 有三系相依着无名而起 然后六处又依着三系而起 灭了六处的妄向以后 心体不灭 相应心的妄向灭了 那个阿赖耶的不相应心的三系相 还可以存在 因为他的无名风还在嘛 但把那个无名妄想心 完全给挪除掉以后 这个三系相就不见了 三系不见 六处也不见了 所以正本清源 就是灭无名嘛 真如从来没有动过 你把让真如不能显发力道的 那个障碍物把它挪掉 那就是我们多生多节 记下来的习性跟秉性 第六四是习性 第七跟第八的叫做秉性 所以你谈赛度的道理 其实也无非将过去前辈子教我们的 你求到以后要改习性化比性 做了更详细的一个细节而已 所以心智没有灭 心智就是什么 就是谈那个本觉离体 它没有灭掉 所以副次 有四种法熏习异故 燃法 禁法 起不断绝 有四种修行的方法 会让我们不能讲修行的方法 修行是往正面走 有四种法的熏习 会让我们自己本身内在 燃法 禁法 会起起伏伏相续不断 那这四种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嫌去分享内容 感谢天安士的 谢谢各位前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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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